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其实是准备了已经有大半个月 但是因为云这一块要做三周 所以相关的公司有部分已经长起来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两期 钢结构和环保 甚至是电网 这三块我们在《维尾道来》里面 也跟大家聊了 我认为在整个老的传统里面 我们认为有三块是比较有弹性的 一块是钢结构 一块是环保 一块是智能电网的建设 这三块我认为是可攻可守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花两期到三期的时间 把这三块跟大家说 其中相关的公司有的可能已经长起来 甚至有的已经长了不少 不要急着追 放在你的股票池里面 我们还是那个观点 盐爆点金更多的是帮你把行业给梳理干净 你知道哪些还不错 这个行业的发展怎么样 你做到心里有底 一个持股时间可以拉长 一个跟踪时间可以拉长 一个调整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关注 好吗 本期我们来聊整个的钢结构 钢结构这个行业 大家一谈到钢结构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 钢结构 宾老师不就是基建吗 其实钢结构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 我们等会给大家一个一个一个来说 技术优化助钢结构的渗透率提升 商业模式升级催翻倍行情 这是一家卖方的报告的标题 翻倍行情 现在很多钢结构的涨幅 已经达到50以上 我们来看一下 国内钢结构工程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真正进入发展快车道 北京奥运会当时用了很多的钢结构的内容 那么等会我们会说到 钢结构和传统我们意义的造房子用的 比如说钢混凝土 我们现在比较用的是钢结构加混凝土 再早的比如说是木质结构 现在也有 但真正完全用钢结构的 现在还是比较少 特别是大家平时看到的住宅 几乎现在还是以钢结构和混凝土 我们等会来一个一个跟大家梳理一下 这个行业还是蛮有趣的 钢结构的产值明显加速 但渗透率较发达国家仍然较低 未来有较高的提升空间 我们看一下 2019年全国建筑钢结构大会的数据 2018年全国钢结构的产量是6800万吨 6800吨 钢结构的产量占钢产量的7.4% 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日本目前用在钢结构的住宅的产量 基建不一样 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含量 这个行业未来的提升空间 我们认为是比较大的 国内钢结构自2008年奥运会之后 真正发展进入的快车道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张图我们就简单地给大家看看 主要是不同的发展时期 整个钢结构的一些规划和政策的一些引导 钢结构的产值明显的加速 但渗透率依然是比较低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国内钢结构目前的公司 主要分为工程类和制造类 大家看一下 工程类的主要含公共民用和工业建筑 现在钢结构用的比较多的 主要是公共和工业建筑上 那么这些公司 金工钢构 东南网架 杭销 富皇 公司不多 钢结构的 制造类的红禄钢构和日上 金属维护的森特 钢塔的东方铁塔 桥梁钢结构的海拨重工 主要就是这几家 部分钢结构上市公司已披露的 19年的新订单的增速 捐高增长 而且大超建筑行业的平均增速 所以钢结构虽然属于建筑行业 但钢结构在建筑行业之中 我认为是一个相对来说 先锋 钢结构的整个增速 大家看看这里的增速 整个2019年的整个增速 最低的东南网架 最低的富皇港口20 其他的都是30 40增速 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惊人 钢结构上市公司 2019年的订单业绩 有明显的提速 收入业绩增速均好于建筑行业的平均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钢结构的规模的整个增速的情况 三季度 营收的增速 我看了一下 大概平均 在整个的钢结构的建筑行业 大概是15个点 15个点 而从工程来看 钢结构来看 你看 30到40个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量的钢结构行业是在建筑行业里面 是不是极先锋 建筑行业整个的增速是13到15个点 而钢结构的整个增速在这 看到了吗 35个点 35个点 两倍于整个建筑行业 再来看看疫情 很多人很担心疫情 我们始终认为这次疫情 对建筑行业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因为大家只要有一些常识就知道 建筑行业在冬季 一般来说开工都要到开春 所以一般来说早的话 二月中训以后 晚的话要到三月初 所以只要疫情能够在三月份 基本上对复工不产生影响 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北方天冷 两月份开不了工的 短期来看 整个对全年的实际影响 很少 由于钢结构工程所需的人工比较少 周期比较短 所以后期赶工期的首选 就是钢结构 其次钢结构和其他行业来比 它的人工密集性更可控 目前的复工时间虽有推迟 但考虑到建筑行业 往年基本上就是元宵以后 所以北方开工更晚 所以疫情对个别项目的影响 持续到二月底 如果疫情在二月得到实质性影响控制 基本上全年没有影响 我想从目前来看 我在上海我的感受是 这周我们基本上是全面复工 下周基本上 我看上海很多都复工了 所以我想这一次疫情 对很多的工程类的企业 我想大概影响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还是可控的 而且很多的工程它可以赶 长期来看 整个钢结构不影响上升的趋势 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 总包装配室和技术的三重变化 所以疫情不会改变钢结构 总体长期的向上趋势 而且这一次钢结构 我们认为还有利好 因为很多的神山医院 大家看到一周两周造一个医院 很多的医院都是用了钢结构模式 所以这一块我想你多多少少用到的 这个医院不是凭空出来的吗 你总要用到钢结构的吧 宏观上政策支持和技术的优化 总包装配室和技术三重新变化 将推钢结构的渗透率提升 钢结构以前用的比较少 最重要的是在装配和技术上 这一块如果能够在技术上有所提升 我们认为钢结构整体的利用力 会大幅度的提高 会大幅度的提高 我们来看看 这是目前钢结构 在住宅领域较发达国家的提升空间 七省钢结构住宅建设方案获得批准 从海外的角度来看 海外发达国家用钢结构 正在日益成为主流 我们刚才给大家了一个数据 海外发达国家 我给大家看看 日本在建筑用钢材的用量是2500万吨一年 占日本普通钢材的需求量是40% 日本建筑物的30%是为钢结构 而目前我们国家 大家看看 最深蓝颜色的就是钢结构 淡蓝颜色的是钢混结构 也就是钢和混凝土的结构 再淡蓝颜色的是木质结构 我们和澳大利亚 德国 日本 美国去比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深蓝颜色的比例太低了 现在是2% 我们75% 全部是用混凝土加钢 国外现在你看这个比例非常低 当然你看澳大利亚是木质结构 这个和天气有关 对不对 德国也是木质结构比较多 我们比较相近的是日本和美国 我们来看看 日本现在混凝土和钢结构的是18% 木质结构48% 美国是35% 14% 钢结构的比例要接近40% 平均我们看了一下 大概都在30%左右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惊讶 中国在建筑领域 原来我们用钢和混凝土 已经其他国家几乎已经很少用了 当然木财我想它的 可能它也是一种新材料 这个我不懂 但是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 钢结构好像它的上升幅度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点点 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看了几份卖方报告 我给了大家两个 从硬件端来看 施工工厂预制化水平 在不断地提高 所以整个的钢结构 目前的整个的推动 配置桩的钢结构的发展 从目前来看 主要是在技术上 要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改善 那为什么我们以往 这是我们整个看到的 整个钢结构的整个流程图 给大家简单地看看 大家有兴趣的话看一看 这是整个生态环保的整个情况 从钢结构和整个 为什么国家会推动 全世界为什么要用 这个最重要的有几点 一个是 混凝土在预办过程中 容易产生浪费和污染 这个大家都知道 混凝土这个水泥 还有搅拌机 对不对 钢结构在工厂预制过程中 更符合环保的要求 第二 传统的建筑作业方式 会产生大量的浪费和污染 而装配式的钢结构 在操作方式上 非常的环保 所以大家看这四张图 你就知道 钢结构是干作业方式 而混凝土是有 更明显的湿作业的方式 水泥 大家知道这个扎土 运来运去 这个 你一看到这个东西 几个运作的环节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 那变老师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不用 为什么不用 我也去问了一下 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钢结构为什么不用 一个是因为防火性能不好 如果你一幢房子 全部是钢结构 那么有可能一旦出现火灾 这个钢它在高温下 如果烧三个小时 它会变形 所以你火灾以后 你可能这个房子的钢就变形了 那这个变形 这个对整幢房子会有影响 但是从目前来看 钢结构的技术 开始有所改变 第二个 隔音性能不好 如果你没有混凝土加入 整个房子的隔音性能不好 但是这一点 现在也正在改善 因为隔音 关键是在装修的问题上 如果你在装修上 配上一些比较好的 新型的墙面 是可以做到隔音更好 而钢结构这个问题 现在它的融化的费点 在把它不断地提高 也就是说 我们说实话 真的你要火灾 烧三个小时 也蛮难的 第二 你把费点提高以后 可以在钢柱外面 适当地去包裹一些混凝土 这是一种方案 我们看到第二种 钢管或者钢板的内部 适当地填充水泥或混凝土 第三 外部刷防火的涂料 这三种方式 现在正在得到高层的认可 所以如果这个一旦完成以后 大家知道 它的比例就变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钢结构 和混凝土的比例是 钢结构很少 绝大部分是混凝土 如果按照这个来看 就是钢柱和钢结构 是占大比例 而混凝土是占很小的比例 水泥转很小的比例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整个钢结构的用量 会大幅度的上升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说的是住宅 中国目前住宅 几乎是不用钢结构的 都是钢加混凝土 这一块如果能够推开 那三五年以后 钢结构的用量 确实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我们再来看市场预计的规模 需求催化供给 新增住房可吸 当然就是看新增住房 老的你不能改了 对不对 我们从新增人口的购房需求 和各方面来推算 我们估计20年到22年的总需求 大概 三年总量1.3到1.6万亿 这是我们根据券商 就是我们券商根据 整个的住宅市场的 敏感性分析所得出的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之下 我们来看看 整个测算的钢结构 其他空间钢重钢 在建筑市场 我们预测的总个规模 大概在3万亿一年 刚才一年大概是 一点几万亿吧 三年总量大概在1.6万亿 对吧 现在我们预测 加上建筑桥梁 3万亿年 从整个量来看 足够大 足够大 最后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公司 钢结构这个行业 我看完以后 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公司比较少 上市公司比较少 上市公司比较少 就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比较容易聚焦 这期节目 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 其实这期节目 我们内容是很早关注了 有三周 三周以前我们就关注 但是我们放到现在 因为云我们当时想把它梳理完 但是我们在维尾道来里面 在两周前当时就跟大家谈到了 我说我们可能要做 专门的钢结构和环保的研究报告 那么这周和下周 我们就会做钢结构和环保 所以相关的公司 有的已经长起来 大家可以先关注 先关注 我们来看看 主要的公司 大概就是这五家 上市公司 卖方机构 基本上非常统一 就是这五家 红禄 金工 富皇 航销和东南网架 我们简单地看一下 他们的PE值 目前的PE值 如果静态来看 19年 最高的富皇 也只不过20倍 最高的东南网架 24倍 如果以20年的增速 20%来测算 大概最高的只有15倍 所以市盈率确实不高 市盈率 也还可以 最高的两倍多 有很多 刚刚在市盈率冒头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确实不高 当然这篇报告 出来的时候 一周以前 最近又涨了 又涨了百分之十几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几家公司 都涨幅很大 东南网架 在总包领域 比较明显的有利好 涨幅 看一看 这些公司 不要过分追涨 大家可以放在 自宣库里面看一看 金工刚购 从底部来看 好像还可以 还可以 从整个动态的 P值来看 20年目前12倍不到 我觉得还可以 整个装配式刚购的 应用范围广 不只是应急医疗 更多的在其他的技术 这家公司的技术 还是有一定的特点 第三个 红禄刚购 它主要是在基建 这一块比较强一些 这家公司长得比较多了 我们看了一下 大概从低到高 已经长了55%左右 55%左右 富皇刚购 这一波从2月3号至今 几乎就是拔起来的 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业绩的增速 平均业绩的增速 今年大概在30%到40%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的业绩增速 不太像基建 基建的增速 我们看都是8% 10% 15% 他们的增速 都是20%到3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这些公司是基建里面的先锋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报告 唯一的缺点就是 涨得有点快 涨得有点快 大家略微的震荡的时候 航销刚购 航销刚购 因为这一波 是低位起来 而且它之前跌幅很大 公司在所有钢结构里面 之前是相对管理上 我认为资产负债表 是比较弱的 比较差 我略微翻了一下 所以它位置跌得特别低 那么这一波涨起来 因为是一起涨的 你看它的增速是从负22 今年我们预测会有20 所以它是从负到增 所以股价涨幅特别大 也是一个老庄物 这个股票我们就 不太建议大家去追 不太建议去追 整体我们把钢结构 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 最后我们风险提示 一个是总包的推进 装配式的推进 第三个是传统建造方式的 制固 我认为这是最关键 也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看到 比如说像上海这样的 一线城市 如果在住宅上 能够有突破 能够有钢结构的房子 造出来 而且被认可推广 那才是钢结构 最大的空间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一波 在老传统里面 钢结构是一个 不错的行业 最近讲的有点多 震荡过程里面 适当的可以进一步的关注 仅供参考 谢谢大家